在我们前不久一期的视频中 我们深入介绍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发现 代号为3I Atlas的星际访客 这是一颗来自太阳系之外的神秘天体 它将在2025年7月以惊人的速度穿越我们的太阳系 引起了全球天文学界的密切关注 而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们将聚焦于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观点 来自哈佛大学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 阿维·勒布的一项引人注目的理论 这一理论颠覆了人们对星际物体的传统认知 也让这颗彗星的故事更添悬念 勒布大胆提出 3I Atlas可能并不是一颗普通的彗星那么简单 他甚至猜测 这个天体可能是某种先进外星文明制造的探测器 甚至是一艘穿越星际空间的飞行器 正悄然掠过我们的星系 毫无疑问 这样的说法立刻在科学界引发轩然大波 引来众多学者的质疑与激烈讨论 有人赞叹其前瞻性 也有人认为 这更像是一场科学边缘的猜想 然而 这个理论同时也抛出了极具吸引力的问题 我们是否正亲眼目睹一个 来自宇宙深处文明的信实 它是否是我们与宇宙邻居首次非官方的邂逅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逐层剖析乐部的观点 从支持者的理由到反对者的质疑 再到它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起探讨如果这项理论属实 将会如何重塑我们对于宇宙 文明乃至人类自身位置的理解 那么 准备好进入这场充满未知与想象力的星际旅程了吗 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探索 2025年7月 天文学家通过遍布全球的望远镜网络 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天体 正高速闯入我们的太阳系 它被命名为三I Atlas 是目前已知为数不多的真正外来访客 一个源自太阳系之外的星际物体 起初 科学家们根据它的亮度和轨迹 判断它可能是一颗小行星 但随着进一步观测的数据累积 他们很快确认 这其实是一颗带有汇发和汇尾的彗星 然而 这颗彗星并非一般的脏雪球 它拥有诸多异常特征 让研究人员倍感困惑 三I Atlas是继2017年首次现身的神秘天体 奥默默 Omiwamiwa 以及2019年被确认的彗星2I鲍里索夫之后 人类观测到的第三个穿越太阳系的星际天体 它的出现再次印证了我们并不孤单地漂浮在宇宙深处 而是在一个不断有星际访客光临的动态星海之中 根据轨道和亮度分析 科学家估计三I Atlas的直径大约为11.2公里 几乎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的宽度 是目前观测到的最大规模的星际天体之一 远大于奥默默和鲍里索夫的体积 体型之大令人震撼 也为分析它的成分和结构提供了更多线索 更令人惊讶的是 它以每小时约21万公里的惊人速度穿行 这个速度远远超出我们太阳系中绝大多数天体的运动速率 相当于从地球到月球只需不到两小时 如此急速引发了天文学家的浓厚兴趣 究竟是何种力量将它抛射进了太阳系 天文观测还发现 三I Atlas走的是一条双曲线轨道 这是一种典型的飞绑定轨道 意味着它并不受太阳引力束缚 它只是路过我们的太阳系 然后会继续一路向外 飞向未知的深空 再也不会回来 然而 真正让天文学界为之着迷的 不仅是它的体型和速度 更是它表现出来的种种异常行为 这些行为既符合彗星的一般规律 又有些细微的耐人寻味的不同 正是这些细节引发了种种猜想 当三I Atlas逐渐靠近太阳时 它表现出彗星常见的活动现象 其核心表面被太阳辐射加热 释放出大量气体和微小尘埃 形成明亮的汇发 以及在太阳风作用下拉长的汇尾 这类特征在大多数彗星中都能看到 是它们最迷人的外貌之一 这些变化并不奇怪 因为这是典型彗星靠近太阳后的升温脱灰过程 太阳的高热使冰冷的汇合表层迅速升温 导致其中的挥发性物质 如水冰、二氧化碳等释放出来 形成汇发与汇尾 这是科学界确认彗星身份的重要依据之一 虽然就外观和行为而言 三I Atlas与我们熟悉的彗星大致相似 但它却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 那就是它的出生地 它并不是来自太阳系内部的轨道区域 而是穿越银河系 直接从星际空间闯入 这一点改变了我们对彗星起源的既定印象 不像那些起源于太阳系边缘 奥尔特云或科伊伯代的普通彗星 三I Atlas的轨道参数明确指出 它来自一个更遥远更神秘的地方 太阳系之外 这一发现确认了它的星际身份 也让它成为天文史上的一位特殊客人 这一重大发现 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星际天体物理特性的认知 更重要的是 它让我们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探讨这些外来者 是否可能承载着更深层次的信息 甚至成为外星文明存在的线索 这是人类科学探索史上一个崭新的篇章 阿维勒布 哈佛大学的资深天体物理学家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探索外星生命可能性的 异类思考者 它常常站在主流科学的边缘 提出挑战传统的理论 而这次 Sun Eye Atlas的现身 为它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一个再次提出 如果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呢 的机会 勒布提出了一个颇具科幻色彩 但又令人深思的观点 Sun Eye Atlas 或许并不完全是自然天体 而可能是一种外星智慧生命的技术产物 也许是某种探测设备 甚至是一艘微型宇宙飞船 隐藏在彗星的外壳之下 它进一步推论 这个物体或许是某个高度发达文明 为了探测宇宙中其他行星系统 而发射的无人探测器 类似于我们发往太阳系边缘的旅行者号探测器 只不过这一次是我们成为了被探测的目标 勒布的理论根基之一 是Sun Eye Atlas穿越太阳系的轨道精度 它指出 物体的入射角度和运动轨迹 几乎是完美设计般的笔直穿梭 像是有目的地瞄准了我们的星系 而非一次随机 被恒星引力偶然捕获的自然路径 在勒布看来 这条路径不像是盲目碰撞后的偶然 而更像是一次计划好的访问 就像一艘无人机精准地掠过一个目标地区 它那从外部闯入又悄然离开的姿态 仿佛在暗示 我来过但不打扰 正是这种异常精准 缺乏扰动的运行方式 让勒布大胆推测 这或许根本不是自然漂泊的冰雪之体 而是一艘来自遥远星球 故意驶入我们太阳系的探测飞行器 只是它的伪装极其成功 让我们几乎将它当作了普通彗星 在它此前出版的著作中 勒布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 宇宙中可能存在大量智慧生命 但它们都在有意保持沉默 采用宇宙隐身策略 以避免暴露自己的存在 它称之为宇宙黑暗森林的可能性 它们知道别的文明可能带来威胁 因此谨慎而隐蔽地进行观察 勒布推测 如果我们人类尚且懂得发射寂静的太空探测器 那么更先进的文明 必然也有能力做到同样 甚至更隐蔽 他认为三艾Atlas 或许正是这种无声信使之一 在执行观察任务的同时 尽可能避免与我们发生直接互动 更令人警觉的是 勒布并不排除这些探测器 可能并非完全和平 他认为某些文明可能带有预防性敌意 出于对未知生命的谨慎 可能派出无人飞行器来探路或侦查 以评估其他文明是否构成威胁 这一观点 让人类与外星生命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复杂 与耐人寻味 当然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勒布的设想虽然精彩 富有哲思 但它的科学依据 仍属高度推测性质 它基于轨迹和行为模式的间接推理 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 这是一艘人造飞行器 主流科学界的许多专家 对此表示明确反对 他们坚持认为 三I Atlas的行为 与结构 与自然形成的彗星完全吻合 没有必要引入外星技术 这样高度假设性的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 勒布本人并不否认 三I Atlas作为天然彗星的可能性 他承认这是当前最合理的解释之一 但他强调 科学的本质是探索未知 在没有足够证据 完全排除外星来源之前 我们也不应该提前关闭 这扇可能通向更大真相的大门 整体而言 大多数天文学家依然认为 更简单 更自然的解释 才是最可信的 他们指出 三I Atlas的运动 化学组成 行为模式 都与我们观测到的彗星高度一致 因此 最合理的推断就是 它只是另一颗罕见 但自然的星际彗星 反对勒布假说的天文学家们强调 目前所有观测数据 包括三I Atlas的化学组成 它靠近太阳时的活跃状态 以及它那标准的双区轨道运动 都与我们过去几十年所研究的 彗星特征高度吻合 没有明显脱轨或异常现象 例如 它在靠近太阳时 出现了明亮的汇发和拉长的汇尾 这是由于内部冰 曾被太阳加热后升华 释放出的气体 与尘埃形成的光学现象 这种反应是彗星的标准行为 几乎可以说是 它们的身份识别码 而关于它的高速行径 有观点指出 虽然三I Atlas的飞行速度 看起来惊人 但在星际天体的尺度中 它其实并不出格 事实上 这个速度在理论计算范围内 完全合理 不足以构成非自然的依据 科学家进一步解释说 在太阳系外围 有一个被称为 奥尔特云的冰冷天体储备带 它是我们已知的 彗星发源地之一 从那里飞出的彗星 受各种恒星引力的扰动影响 本就可能以非常高的速度 进入太阳系 速度快 本身不等于异常 所以 虽然三I Atlas的速度惊人 但从物理学和轨道动力学角度来看 这一现象完全可以用自然规律解释 它的高速并不能成为它是飞船或外星技术的铁证 许多天文学家还指出 三I Atlas在靠近太阳时表现出的各种物理反应 包括活跃期的延续时间 物质释放速率 轨道围绕情况等 都在自然星际彗星的已知范围之内 并没有偏离我们对这类天体的认知框架 在观测中 科学家们明确探测到了 该物体从核心喷发出的水蒸气 二氧化碳等气体分子 以及携带尘埃的粒子云 这些都是典型彗星 在接近恒星时释放挥发物的自然过程 这一过程被称为彗星活跃性 通过NASA的Atlas望远镜网络 以及来自全球多地的光谱观测 科学家已经确认 3I Atlas的主要化学成分 是我们在多数彗星中发现的那一套老朋友 大量水冰 二氧化碳冰 硅酸岩微粒 以及碳基有机分子 完全符合彗星的典型构造 尽管目前大多数证据都倾向于 将3I Atlas归为一颗普通但罕见的星际彗星 但乐部的假设 却成功唤起了公众 与学界对外星生命可能性的强烈兴趣 它使得一个原本偏向技术话题的天文事件 变成了全民关注的宇宙悬案 不论你是否同意乐部的观点 它的理论无疑给科学界带来了重要启发 它提醒我们 即使面对看似熟悉的现象 也不应轻易关闭思想之门 科学的进步 往往就源于这些异想天开的假设 哪怕它最终被证伪 无论3I Atlas最终被确认是普通彗星 还是惊人的外星装置 这场争论本身已经具有重要价值 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 如何看待宇宙中那些 看起来很自然的事物 也让更多人意识到 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神秘 值得期待的是NASA最先进的太空望远镜 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 计划在2025年年底 对3I Atlas进行深入观测 凭借其卓越的红外成像能力 它将能够分析 这颗天体最细微的光谱特征 为判断其成分和结构 提供前所未有的清晰数据 如果维伯望远镜在观测中 发现了任何出乎意料的物理或化学异常 比如非天然材料的反射率 奇异的热量分布 无法解释的运动方式 都可能重新引爆 关于其真实身份的争论 甚至可能改写我们对星际物体的定义 不过截至目前 主流科学界依然态度谨慎而清晰 从已掌握的数据看 3I Atlas极有可能只是又一颗跨越星际空间 来到我们身边的自然彗星特殊 但并不神秘 3I Atlas的出现 无疑在科学界掀起了一场思想风暴 哈佛教授阿维勒布提出的外星技术假说 虽然被主流科学界大多视为过于大胆 甚至近乎科幻 但它却成功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 它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这颗星际天体本身 也让人们开始思考一个更宏大的问题 宇宙中是否真的存在其他智慧生命 而随着微博望远镜的观测窗口即将开启 我们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清晰视角 有望揭示3I Atlas的更多细节 它的成分、结构甚至微小的热辐射模式 都可能成为判断其真实身份的重要线索 揭开它究竟是自然造物 还是文明产物的谜团 其实,无论3I Atlas最终被证实为一颗普通的彗星 还是成为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 它都已经达成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 它唤醒了我们对未知的渴望 对其他文明的想象 对浩瀚宇宙中我们是否孤独的终极追问 未来,我们还将不断揭示宇宙中的新谜团 从遥远星系的诞生 到星际天体的访客 每一次发现 都将推动我们对宇宙本质的理解更进一步 请持续关注 我们将与您一同 走在探索宇宙最前沿的旅程上 感谢您的观看与陪伴 如果您喜欢这样的探索内容 欢迎点赞与订阅 让我们一起 在宇宙的广袤画卷中 继续寻找那未知的答案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